母爱教会为人之六字 仔细回想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家道 家风 家脚的影响 而母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 不是物质上的有心物件 而是她以身垂范的家言义行 我的母亲六年丧母 从小深受从事俄文翻译的父亲的教会 养成了人爱和愿又坚韧自强的性情 夫将始于民山 其缘可以滥伤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 母亲并非浑浑恶 苟且偷安的等贤之辈 面对政局多变 战乱纷扰的社会现实 她一面含辛如苦的富裕 而你们成长成才 一面幽国幽民网故身 欣系国家的存亡与民族的复兴 正是母亲这种独立自治 前凉通达的言传身教 日后成为儿女们汲取智慧和力量 永不枯竭的源泉 五十年代年末 正值母亲完成生育 我们兄妹九人的人生使命之际 一场无法躲避的政治风浪 波及到父亲身上 令全家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 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她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顽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带领我们兄弟姐妹 一步一步挨过那段艰难曲折的生活历程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母亲给予的教会不胜枚举 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并影响至今的 却是下面几件小事 做着大学毕业留校时 刘颖越在逆境中 越要学会自学医史 我就开始发觉了自己与别人不一样 注定要遭遇被歧视的命运 1962年秋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越越讲 天天讲的理论 刚刚提出 小学二年级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的我 突然被班主任老师找去谈话 说我们班的班长 今后要由另一位同学担任 至于原因吗 老师欲言又止 半天也没说出口 面对我诧异的神情 最后他面带男色的叹了口气 用指尖沾啄水 艰难地在桌子上 写出了家庭问题几个字 当时我的心头一惊 一沉 从此 父亲的历史问题 就像一片乌云 在我又小的心底 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心绪沮丧的我一路跑回家 委屈地向母亲哭诉了这一切 母亲听完半场没说话 许久 她慢慢站起身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爸爸的历史由他自己负责 但现状水也改变不了 你唯一能改变的 就是通过自己勤奋的努力 使自己的成绩更优秀 你不要在乎当不当班长 重要的是 从今以后 每天的你都要比前一天更进步 更有收获 望着母亲凝重而坚定的目光 我瞬间明白了许多 释然了许多 也成熟了许多 从那一刻起 我把发奋努力当成一种动力 一种责任 一种目标 一种需要 由此我明白 欲在逆境中 欲会自强 面对不该得到的荣誉 要懂得自治或许巧时候 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 不仅学习成绩优秀 还参加了学校演出队 美术班 乒乓球队 尽是少年之家 为班级增光 为学校天才 因而在一次期末考试中 竟得到语文老师的额外贵顾 那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的一次 期末语文考试 最后一道题是墨写成语 眼看就要强卷了 脑子一时短路的我 只好把手朱带兔 写成手术等兔之类的答案 准备交卷 就在此时 语文老师大概是为了保证我考试名次 似乎也会影响到班级名次的三连管 居然莫不作 升得在我的书桌上脚 写了个出字的拼音 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 而考试的结果呢 当然是一百分 那天放学我一路飞跑回家 进门就把我再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告诉母亲 并且洋洋得意的讲述了语文老师暗中提示的经过 没想到 刚刚还和颜悦色的他立刻板起面孔 你还好意思说 这一百分是靠你的实力得来的吗 这是你可以炫耀的荣誉吗 想一想 你应该为此感到脸红才对 完全沉醉于喜悦之中的我 一下子被母亲俗落的 从云里屋里坠落下来 愣了好半天才逐渐琢磨过位 继而为自己的虚荣深感惭愧和